另外来关心是玄缺超过三个月的行政院发言人一职 确定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炳成来接任 对于这样的人事安排 政坛朝野都认为罗炳成具有专业的法学背景 跨部会协调能力强 可以浅显易懂的说明政策 相当适合这项职务 不过先前在莱猪进口崩波 罗炳成曾经在行政院记者会上 直接宣告蓝营县市修的食安自治条例违宪 引发了讨论 国民党向政院喊话 希望罗炳成接任发言人之后 可以做好政府跟人民之间沟通的工作 从今天起行政院的发言人 由罗炳成政委来担任 行政院会会后记者会上 秘书长李孟燕宣布 选缺超过三个月的政院发言人一职 由政务委员罗炳成兼任 我在今天来接任发言人这个工作 诚惶诚恐 因为我知道相关的经验跟能力 都有待大家来知道 法界出身的罗炳成 有27年职业律师的经验 还兼任过法副董事长 接任政务委员后 协助苏院长督导法务部等数个部会 在跨部会协调上表现出色 也能以千贤一懂的方式进行政策说明 我想罗政委他担任行政院的发言人 将会是一个非常适合很优秀的发言人 执政党立委相当看好这项人事安排 其实早在去年12月 苏葵就主意让罗炳成来接任发言人一职 不过当时手边还有要务 罗炳成提出需要时间交接 透过参与承报和各式会议 进一步熟悉发言人工作 而他当时在来出进口风波时 代表行政院开记者会 直接宣告地方县市修改实案自治条例 和中央抵触违线也曾引发不小争议 自治条例有规定领检出的话 如果抵触了宪法法律或法规命令 无效 罗炳成政委非常有专业 尤其在法律专业 我相信他在扮演发言人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不用任何的扮演 他的个性看起来就跟苏院长一样 前一任发言人丁一鸣 请辞封播后 罗炳成受苏葵倚重负责发言工作 未来表现各界拭目以待 接下来零星红卫财特别报道